我為什麼不敢在鄉下過年 我的表姐或是什麼 他們會笑我說 我做人家小老婆 我兒子是 他很單純 他很容易相信別人 我說他現在吃進骨頭了 我現在就說我能幫的 就是你許淑穎就出來嗎 你古董多少錢 你賣掉多少 我說我沒有關係 都無所謂 你幫我兒子解決這些問題 我跟蔡欣那麼多年 是一路拼拼拼上來的 那你完全都不通知 因為蔡先生往生了 你們也不跟我兒子講 你至少知會一下 說Kevin你爸爸往生了 我從頭到尾 我說我不求過 你不要害我兒子 你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兒子 被他們真的害得很慘 蔡佳二房林秀娟 口中的Kevin 是舉行公司董事長蔡建興的獨子 蔡建興兩年多前 在上海因病出世 身後留下古董與資產 約10億元 林秀娟說 因為大方的操作 害兒子Kevin 不只沒拿到該有的遺產 還背負了幾百萬的債務 舉行的資產 全部都是舉 那Kevin是有份的 七八百個古董 都是明朝的 或是什麼 他都把那個歷史都寫起來 他爸爸還用了一個 一個那個 為了保存那個古董 還弄了一個那個 保全 保全 那個 你問他Kevin 他2017年古董全部都還在 沒有一個少的 你一年賺十幾億 十幾二十億好了 你一年 那你三年來 我Kevin是不是也可以分到多少 四分之一的金銀犬 你一毛錢都不給他 躲他都躲 躲得躲起來 他們就是完全不理會他 你古董全部都拿走了 你全部都 你叫我兒子當時簽這些 簽這些 你們真的是真的 一個二十八歲的 二十七八歲的 你現在 每天為了這樣子 被那些 地下錢莊 追追追的 辦事 你們只有說 蔡新的資產就是這些 這些 Kevin就簽字了 但是我知道古董還在 我就說 你當時解散公司 完全也沒有問 舉星是我公公取的名字 規規矩矩的做生意 團結一心 衛公司 就叫舉星 所以 你一下子就解散 我那時候的功勞 完全一下子就 那時候我當然會崩潰啊 當時他們都叫我說 你媽媽不能出面 你媽媽出面 那個我們就不 那當時他應該要找我 對 那時候我朋友也跟他講說 你應該當 他一看到他簽完下 你完蛋了 你未來很多麻煩 確實 你一個古董都沒有拿到 你爸爸當時留 當時是跟我講 他2017年的時候 有交代我是 古董是給兒子的 對 對 古董是給兒子的 然後 因為傳男嘛 他也希望說他兒子以後玩古董 據我所知 當時蔡先買的那些古董 就全部都翻了幾倍嘛 而且都是真貨 貨真價實 因為 我都 我都會知道 他們在下一步怎麼走怎麼走 我都會知道 先是解散公司 再藏起古董 接著還要Kevin 簽下財產協議書 天真的Kevin以為 分到了四間房產 價值幾千萬 結果卻是負資產 那時候他們就告訴我 啊 爸爸 爸爸 負債很多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當然我知道我父親的資產 不是只有 只有這些 台灣那時候確實有點誇張 因為台灣畢竟沒什麼資產 都是在靠一些業務去賺錢 我為什麼回去繼承 是第一個 OK 我不想打草精神 我覺得 大家都是一家人 那時候我認為 那時候大家給我灌輸的概念是 我這個房子還有很多殘子 那 我覺得既然殘子那麼多 那我為什麼 不幫忙還個五百萬 後來這個二胎設定就下來了 所以我後面 我為什麼會演變到今天的局面 是 因為我 第三年的時候我房子 簡單來說就是 預估價值沒那麼高 所以才賣到 那我想說都繼承了 銀行也逼迫你 二胎也逼迫你 第三年 因為我們被一些銀行的 法拍這些東西 脅迫啊 然後股董上的債務啊 也是 等等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我想說趕快賣一賣 那賣賣或許有點錢 那以後的事情 上海的事情 以後再說 那事實上後來 我賣掉的時候 是被三方壓力這樣逼迫 告訴我什麼 什麼錢都沒有 還背了一皮 什麼 說真的啦 連神經病都知道 百分之百這家公司 是我父親的 那怎麼會連員工 股份都差起 那擺明就是人頭嘛 那個員工 上面有一個員工 也是我爸 上面股份 有一個大股東 也是我父親的 堂弟 他也是在工廠裡面 當 就辦貨員啊 就是算是副廠長 類似這種概念 那副廠長怎麼會有股份呢 所以說全部都是人頭 我也不想要去打草金色 我相信我大媽 徐小姐 會做一個公平公正的分配 到最後 那三年了 我覺得 你沒有給我 什麼大筆錢的就算了 但是你連 我生活都沒有 我那時候中間求助他連個幾萬塊 我們那時候 我媽那時候住院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幾萬塊 我連幾萬塊 他只有幫過我一次 面對總統指控 大方從不出面 也不做回應 或許這兩個女人的戰爭 早在三十多年前 就已經埋下種子 我怎麼認識他 那時候 他穿一個短褲 然後穿一個布鞋 那個布鞋 皮鞋 然後一個襪子 我怎麼會看中這種人嘛 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他不是說 要給我多少錢 不是喔 我還要幫他跑 模具 還要幫他找客戶 還要幫他 墊我的支票 我還要拿錢出來幫他 我是這樣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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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幫他 除了是紅粉知己 還是事業上的好幫手 兩人就這樣 一起打拼海外事業 公司越做越大 直到兒子 Kevin的出生 這個蔡芝凱這個名字是 我小叔說他未來生一個兒子 他是請他同學算這個名字的 說這個名字以後我生了兒子 我要用這個名字叫蔡芝凱 那沒想到我先生啊 那我先生說要用什麼名字 後來就說 那就叫蔡芝凱好了 這個名字已經用了 不能再用到他兒子面前 後來我先生就坦白跟他講說 我有一個兒子 那我小叔 就是Kevin的叔叔就跟我公公婆婆講 那我公公婆婆就 這個小孩子 留落在外面至少也要認主歸宗 那我公公婆婆他們很好 就說每一年的過年前 會叫Kevin過去 或是叫我一起過去 那個吃個飯 我公公婆婆就是擔心 這個原配的個性 不是那麼好惹的 他一定會把我兒子的爸爸吵得半死 所以我公公公 後來就是默默地接受我們 我婆婆是一個重男輕女的人 可是她不能講 所以她很疼這個孫子 可是礙於她的 那人家是名門證取嘛 對不對 也不能講出來對不對 那她是非常接受 我公公公公公公很好 每一次回去的時候就是 他們都會請用人 煮好東西啊 都好我們就去那邊吃個飯 我大姑也接受 我小叔也接受 他們都是他們都 我那只是說原配不知道 因為蔡先生與大房 生了兩個女兒 二房生下的Kevin 理所當然成了金孫 受到萬千寵愛 全家人也就這樣幫忙還著大房 但紙始終是包不住火的 不是怎麼被發現 是我兒子的爸爸 每一次打電話給我 就是晚上七點 就打電話來 他會問說老婆你吃飯了沒有 那時候他們剛好 他女兒跟他老婆剛好就是 又回來台灣 那他萬萬沒想到 他女兒已經在那邊偷聽啦 偷聽了之後 我說奇怪我爸怎麼說 老婆你吃飯了沒有 隔了第二天 我先生又照樣 又跑到那個陽台那邊 因為他們住在東區嘛 抽煙 又打電話來說 老婆吃飯了沒有 孩子呢怎麼樣 他都是那種個性 沒想到他老婆聽到 因為他女兒第一天聽到第二天 就開始把 就開始吵 就把電話搶過來 說你到底打電話給誰 為了蔡家與舉行公司 林秀娟就這樣 隱忍了三十多年 連老家也不敢回去 至今心中 對家人仍有滿滿愧疚 尤其是醉疼她的外婆 為了他們蔡家 為了要躲 我怕人家搶我 我整整 有二三二三四年 沒有在 在 台灣過過年 沒有在台灣過年 因為我為了要逃避 因為我過年 只要一過年 我就會 離開 因為我們鄉下 過年是很熱鬧 你看我外婆那時候還在 因為我 從小是我外婆帶大 那我每一年過年 我為什麼不敢在鄉下過年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我的親戚 我的表姐 或是什麼 他們會笑我說 我做人家小老婆 所以我 我很對不起我外婆 在她有限制年 她從來 我從來沒有在 跟她陪她過年 因為我小時候就 就跟她講過說 等我長大我一定會好好陪妳 可是我沒有 她爸爸答應說 2月8號回來 兩個要聚 因為他們兩個都常常聚在一起 吃飯幹嘛 聊東聊西這樣 可以一整天都在一起 那沒想到 Kevin跟他爸爸是 感情是天經地義的 你讓他去見他爸爸 最後 也送他爸爸 最後 那你們都不願意 你們這些人 到底有沒有良心 因為我是拖著病 為了小孩 對不對 那我兒子總不能一直靠我 我那一天 我 我哪一天 我往生了 我真的我會覺得 如果我萬一就走了 因為我這個病 有時候發燒的時候 可是我想到他 我想到我兒子怎麼辦 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要面對 甚至有時候我想到說 我乾脆死了 跳樓算了 死了算了 所以我有時候就想到他 每天晚上 他說我怎麼去幫我兒子 怎麼去幫他 有一個正常的 正常現在年輕人的生活 每天都在想 每天晚上媽媽 你為什麼都不睡覺 媽媽擔心 擔心你 我至少我還有兄弟姊妹 你完全沒有 基本上他們那時候 一開始都是 完全沒有回應 就是也不太 就是 就是沒什麼 沒什麼反應吧 就是也不會給我什麼訊息 我大媽我是真的找不到他人 基本上我有一次打通 我也不知道他 是他那邊誰的電話 但是他也都沒有回應 就很難過 但是沒有眼淚 就是已經不知道 什麼叫難過了 首先 必須要了解說 到底誰有繼承權 只要是有撫養過的事實 那法律社會就會承認說 這個子女是有繼承權的 所以二房的這個小孩 也是有繼承權 那如果有被 故意去隱匿 我會故意去 把它給賣掉 那這些到時候都要回顧到 重新再做 遺產分配的動作 就這個案件來看 他所列出的遺產 跟他 事實上他的總財產 可能不相符合 如果說覺得 繼承人覺得被侵害的時候 應該向法院提出 繼承侵害回顧請求 再次回到